各位喜欢大家好 在上一讲我们讲了交易价格的四种特殊情况 第一种可变对价 一定是以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来入涨 有概率的以期望值 只存在两种结果的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也就是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记住交易价格 那么下边我们看第二种 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 一说重大融资成分 我们基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跨年了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原来一直在讲的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 我先把东西给您 但是您以后分期给我钱 那分期给我钱 是不是我将来收钱是既要收本也要收息 这就叫重大融资成分 一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跨年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先给东西后收钱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我这东西非常锦销 那么实际上我让你先给钱 我后给你东西 比如说今天就把钱给我了 但是两年之后我再给你东西 那我到底如何确认收入呢 一种是先给东西 一种是先给钱 这种只要跨年的 也就是给钱跟我们交付产品存在跨年的都要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那么企业应当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控制权时慢点 取得商品控制权 这句话说的很严密 如果我今天把东西给您了 就应该按照今天的限销价格确认交易价格 如果没有极大的变度 就按今天的价格确认收入 但是还有一种是两年之后你给我东西 虽然我给你钱了 但是你两年之后给我东西 那我就应该两年之后我才取得控制权 我就应该在两年之后取得控制权那天的价格 我确认什么交易价格 所以大家要清楚是哪一天的限销价格 是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 也就是限销价格 确认交易价格 那么将来你企业确定的交易价格 一定是取得控制权那天的限销价格 可能是现在 那是现在给东西 可能是两年之后给东西 那么就是我们确定的交易价格 那么跟谁啊 跟合同承诺的对价之间的差额 在合同期间内采用什么 实际利率法进行什么 谈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 且在确定该重大融资成分的金额 应当使用将合同对价的名义金额 折现为商品的限销价格的折现率 实际就是需要折现 这个折现率已经确定 不得因后续市场利率 或者客户幸福风险等情况的变化 而是什么 变化 折现率保持不变 第三个 我刚才说重大融资成分是不是一般要求怎么的 跨年 如果在合同开始日 且预计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有可能是先取得商品 有可能两年之后取得商品 取得控制权与客户支付对价的间隔不超过一年 就是给钱跟取得控制权的金额不超过一年 可以不考虑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 也就是三个字 不折现 那么企业应当对类似情况下的类似合同 一致的应用这一简化处理方法 这在第十四章集中工具里边讲过吧 简化处理其中有一种 就是这个 第四个 表明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没有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 那我还用不用实际利率法弹销 不用 我还用不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不用 他举了三种情况 第一个 客户就商品支付了预付款 并且可以自行决定这些商品的转让时间 比如说 我向客户出售发行的处置卡 这个处置卡呀 你作为客户可以随时到该企业持卡购物 哪怕你三年没购物 我三年不用遮限 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吗 另外 企业向客户授予奖励积分 客户可随时到该企业兑换这些积分 只要满足随时这个条件 哪怕好几年你没有转换 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这个不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第二个 客户承诺支付的对价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可变的 该对价金额和付款时间取决于某一未来事项是否发生 而该事项实质上不受客户 也就是您或者企业也就是我的控制 比如说咱们按照实际销量收取的特取权使用费 前面是不是说过他是可变对价的特殊情况 不能以估计的收费金额 记住交易价格 确定收入 那这种情况下 他算不算有融资成分 我今天签合同的 到每年年底 我确认我专利权的转量费是多少 不算有融资成分 虽然跨年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合同承诺的对价金额与限销价格之间的差额 是由于向客户或企业提供融资利益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 啥意思 也就是说我给您的钱跟我承诺的钱可能有差额 但这个钱跟利息没有一毛钱关系 而且这个差额与产生该差额的原因是什么 相称的 比如说我们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的目的 是向企业和客户提供保护 以防止另一方未能依照合同充分履行其部分或全部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质保金呀 押金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能出现差额 但是这个差额不算重大融资成分 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好理解 你随时可以行权的不算重大融资成分 另外我们所说的实际销量收取特取权 使用费不算重大融资成分 有额外目的的 其实给的钱不一致 不算重大融资成分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哪些是重大融资成分 哪些不是 我们看一道题 这道题是分期收款销售什么商品 而且是先给东西 后收钱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是先收钱后给东西 一定按照给东西那天的限销价确认收入 而不能按今天给钱的金额确认收入 一定是取得商品控制权当日的限销价格 确认收入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2015年1月1日 假公司采用分期收款方式 向已公司销售一套大型设备 合同约定的销售价格为2000万 这2000万可能分好几年给 分5次于每年12月31日等额收取 该大型设备成本为1560万 慢点 啥时接转成本 你啥时确认收入 啥时接转成本 对吧 在限销方式下 该大型设备的销售价格为1600万 万点 也就是说我是先给东西 我今天把东西给你了 你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记得不记得商品的控制权是三个词 第一个能力 您有限时能力 第二个是什么 主导 主导商品的使用 第三个 获取 获取跟商品有关的利益 我只要把这设备给你了 你就可以用了 用它来赚钱 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我就应该在今天确认收入 用今天的限销价格确认收入 那我的收入已经定了 1600万 假定假公司发出商品时 其有关增值税纳税义务尚未发生 在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 发生有关的增值税纳税义务 并且不考虑已公司因购买大型设备 发生的利息费用等因素 这个先不说 其实这道题啊 是我从去年叫他的例题 给大家抽出一道题 这道题按照新准则应该多一句话 就是在当日取得了大型设备的控制权 加上这句话就更完美了 好 那么有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看一下 你假公司不是应该按照你的客户取得商品 控制权的当日的现销价格确认收入吗 当日的现销价格是1600 你就应该确认1600万的收入 你现在得到的钱是1600 或者得到的好处是1600 你以后每期支付的钱是多少 2000万分五次 不是每次400吗 大家看一下 每次要400呢 一共是有几个400来着 一共有五个400 这是您付出的代价 这叫普通年金吧 那不就是400乘以PAR几期来着 57等于现销价格1600 那么最后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PAR5等于几来着 你通过查表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给我查R等于几的时候 查一个比四大的 查一个比四小的 也可以按这种方法来算 就是你当等于R的时候得1600 然后如果你R套7%的时是1640.08 一定要找一个比1600大的数 一定要找一个比1600小的数 1597.08 查值法 我记得昨天还有人微信问我这查值法 记住 查值法一定是R找一个7% 找一个8% 一个比1600大 一个比1600小 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我的R肯定是7点几 不够8% 那么将来查值法实际划等号是一个比例式 我还是那句话 左边三个数算一组 右边三个数算一组 两两相减 左边这三个数随便相减 两两相减 上下左右随便 比如说我用1640.08减去1600 我也可以把这个写的分谱上都没关系 反正两两相减再相除 然后下边是1600减去1597.08 你把这俩调个个把前后换个个给我随便捡 没关系 但右边一定要11对应 1640.08对应的是7% 1600对应的是什么R 1600对应的是R1597.08对应的是8% 列出这个比例式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什么R 就能求出R等于7.93% 哎这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前边实际上在讲第14章金融工具求什么 实际利率没错 就是那个东西 得R等于7.93% 他叫什么 叫实际利率 好嘞 那么将来在205年1月1日销售实现时 您不是一共收2000万吗 而且是应该收2000万 五个400是不是2000 借长期营收款2000万 带什么 带主营业务收入一定是取得商品控制权当日的限销价格 你是今天取得商品控制权就用今天的限销价格 你是两年之后取得商品控制权就用两年之后的限销价格 那现在我们这道题是先取得设备 所以这儿就应该是限销价格1600 倒几桌的差额叫未实现融资收益 是400万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把这1600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你未收的什么 本金 而把这400理解为你未收的什么 利息 对吧 那2000呢 2000我还用说吗 是未收的本息和 哎 这个套路咱原来用过 原来只不叫未付的本金 未付的利息 未付的本息和 这叫未收一样 看见主营业务收入1600了吗 看见收入给我借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1560 带库存商品1560 我能问你一下吗 你未收的本金是多少 1600 您可要小心 这个未收的本金可是算每一年你确认利息的什么 基数 实际利率是多少 7.93% 咱们往下看 205年12月31日不是第一年年末吗 我应该收到第一个多少来着400万 但是收到第一个400万不是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吗 借银行增管468 带长期营收款400 带肖项68 这没问题 那我能问一下 这个肖项税是加贷税 你随着收就行了 等于这400万里边是第一个400万 既收了本也收了息 你必须得给我算出收了多少息 我们得摊销 其中本期一共收款是400 那收了多少息啊 就用你期出未收的本金1600 乘以实际率7.93% 那就应该得到你收的息是1268800 一共你收了400万 有人说老师不对 你这不收468 我说了增值税是价外税 你不用考虑他 这就是400 你一共收了400 既有本也有息 你收息收了1268800 那你能告诉400里边 你收了多少本吗 那就应该是400 减去你收的息1268800 你收的本就是2731200 那我能再问你一下 你还有多少本没有收回 起初没有收回的本是1600 我现在收到了2731200 我还没有收回的本就是这俩的差额 13268800 懵都能懵得出来 这个13268800 就是你第二年算利息的什么 基础 算完了 咱得写一个东西写什么 您不是收利息1268800吗 没收之前叫未实现融资收益 收了之后未实现融资收益减少其借方 所以借未实现融资收益1268800 带什么财务费用 这是我们第一年年末 到第一年年末 没有收到的本金是13268800 看第二年年末 借银行468代 长期融资收款400代 肖像60半 一样的 当你收第二个400是里边也有息 也有本 收息收了多少 不就用上年未收的本金 1268800是这数吗 不是 是13268800 用你未收的本金乘以实际利率7.93% 你收的息是105万2200 一共收400万 增值税是加载税 不用考虑 400收了105万多的息 那收了多少本呀 400减105万多 得到294万多的本 那我还有多少本没有收回呀 第一年年末没收的本是1326万多 用这个数减去本年收到的本294万多 还有没收的本是1032万1000 那么算完本期收的息了1052 2200把这个数不是又分摊了一部分未实现融资收益吗 带财务费用 这是第二年年末 到第二年年末 你能告诉我 你未收的本金是多少 未收的本金是1032万多 那么到了第三年年末 那么到了第三年年末前面一个分路 我不说了 借银行468带长期手馆400带 肖像68 还是要算算这400里边收了多少息 收了多少本 收息的金额就用第二年年末未收的本金 1032万多乘以7.93%得到818500 400万我收了这么多息 能告诉我收多少本吗 那不就是400万减818500 我收的本是3181500吗 还有多少本没有收回啊 你第二年年末是以前032万多的本没有收回 本年又收了一个318万多 那还没有收回的本就剩7139500 做完这笔分路 仍然要把收息的分路借位实现融资收益 财务费用给他做上几年了 三年到第四年 那是仍然是借银行存款468带长期手款400带肖像68 我还是要算算本年收了多少息 收了多少本 收息的金额不是用上一年未收的本金7139500乘以实际利率 7.93%就得到566200吗 400万一共收了56万多的息 收了多少本呀 那这俩作差不就是3433800就收了这么多本吗 大家想一想 我要问你 还有多少本没有收回 那不就是看看第三年年末还有多少本 7139500 本年收到3433800 这俩一做差不就是我第四年年末未收的本金3705700吗 那么收息的这笔566200借位实现融资收益代财务费用没了 这是第四年 第五年怎么着 第五年最后一年我一定要收回所有的本 我一定收回所有的息 借银行存款468没问题 贷长期应收款400也没问题 肖像税额68也没问题 大家记得不记得这样一个事实 我以往每一年收的息都是用上一年年末未收的本乘以实际利率算出收息的金额 可是五年的时间够了 我收到的利息该收到的应该全额收到 有可能以往你每一年算收息的时候就会有误差 可是这种误差在最后一年不应该存在 记得不记得第14章金融工具那章 我明确教过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 最后一年把还没有收到的息全额收回 那简单 我用最初最初 未收的利息400万 减去第一年收到的利息1268800 减去第二年收到的利息1052200 减第三年收到的利息818500 减第四年收到的利息566200 我用总的未收的利息减钱4年的就得到我本年收到的息294300 我不用再算 就跟我们第14章讲金融工具最后一年的利息调整 不也是用总额减钱4年的吗 不用再算 借为实现融资收益294300 带财务费用294300 那有人可能有疑问 老师您该收的本金呢收回了吗 肯定收回来了 大家想一想 你在最后一年一共收了多少 一共收了400万 这是本息和对吧 您收的利息是294300 您收到的本金不就400万 刨去息不就是本金吗 是3705700 看这3705700 这不就得以全额收回了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先给你商品 然后我买一期正常的给他分摊 未实现的融资收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重大融资成分 也就是我们交易价格四种特殊情况的第二种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第二种是我们支付的对价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那下边看第三种 非现金对价 什么叫非现金对价 你明明买了我的东西 但是您没给我钱 您给我的是实物资产 您给我的是无形资产 您给我的是股权 您给我的是您提供的广告服务 等于您在拿物 换了我的钱 或者拿我顶了我的钱 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第一作为您上帝来说 我卖给您东西 您是我的客户 您本来应该给我钱 但您没给我 您支付了非现金对价 您给了我十颗大白色 那么这十颗大白色 我就问你 我应该怎么确认收入 首先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我应该按照非现金对价的合同开始日一定要给我注意十点 哪一天的公允价值就是合同生肖日那一天的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值 作为我卖给你东西的交易价格 当然肯定得是等量交换对吧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 如果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 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 对不起 那不能以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值确认的 应当参照其承诺向客户转让商品单独售价 也就说您的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估计 我就拿我卖给您的面膜的公允价 是公允价吗 不是 是单独售价 因为单独售价跟公允价不一样 既然单独售价跟公允价不一样 我要间接的确定什么 交易价格 我要考虑合同的什么 折扣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先考虑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 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不能可靠 确定才能以我卖给您的面膜的单独售价 间接确定交易价格 有可能需要进行什么调整 这是第二个 第三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的变动额 慢点 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我们如果你给了我十颗大白色 顶了我卖面膜的钱 我卖面膜应该确认的交易价格 应该是以十颗大白色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对吧 哪一天的十颗大白色公允价 记住是合同开始日 一定是合同生效日那天十颗大白色公允价值 合同开始日后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有可能出现变化 也就是说十颗大白色价格始终在忽悠忽悠变化 我用不用调我卖面膜的收入 我用不用调我卖面膜的交易价格 不一定 有一种调 一种不调 哪一种不调 因对价形式 什么叫对价形式 您收的可能是十颗大白色 你也可能收的是无形资产 你也可能收的是股票 如果是因为收取的东西不同 比如说您收到的股票 那么股票股价不是在随时波动吗 这就叫因对价的形式而发生的变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 听好了 那十颗大白色的价格 我公允价在合同开始日确定了 比如说是三块钱 这面膜的交易价格就是三块 将来大白色的价格再来回的变动 不影响我确认的收入三块 这个变动额不应计入什么交易价格 其实它分成两种 第一 十颗白色的公允价 确定面膜的收入是三块 另外我拿到白色 给公允价值变动 算作我自己资产的公允价值波动 而不能影响 以确认的三块钱的面膜收入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合同开始之后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 因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发生变动的 应该作为可变对价 慢点 可变对价 讲过吧 我们交易价格的第一种特殊情况 它有一个限制条件是什么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我们按照这个可变对价的限制条件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那有人说什么叫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啊 我原来告诉你 我卖给你面膜 然后这种情况你给我十股股票 假如说咱们俩有另外一个额外的约定 如果我贴完那面膜呀 我又皮肤水嫩 我又光滑 还有没有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我额外再给你两股股票 如果我贴完那面膜没有任何作用 这两股股票就不给了 这不就叫可变对价吗 这不就叫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吗 那么这面膜对应的额外两股的股票 不就是可变对价吗 我们要用着可变对价的规定来处理 这块这种记清楚 我跟你说的意思就可以 你额外给我股票 算可变对价 但是因为得到股票了 忽悠忽悠股价在变动 不能调整你确认的卖面膜的收入三块 其实讲到现在我才发现一件事 我每次都在举大白菜 大白菜面膜三块钱 三块钱的面膜你敢用吗 下次我再给你举例子 从这往后我举钻石 举的贵一点 省得你说我举的例子 没档次都是地摊货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 也就是我们交易价格的第三种情况 一定要记住 先以你付出的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拿存货 我拿存货换了您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前面说 如果拿存货换了客户的别的东西 是不是站在我的角度 客户支付的是非现金对价啊 我们一定要以客户的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 来确认我卖存货的交易价格 剩下的都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内章的规定来处理 这回能对成数了吧 这是交易价格的第三种情况 那么第四种 应付客户对价 我说四句话 但是在说这四句话之前 我说慢一点 这四句话说之前 什么叫应付客户对价 本来我卖东西 我应该收您钱 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 我又还给了您一部分钱 或者我又付了您一部分钱 比如说我明明把这东西卖给商场 我应该收商场的销售收入 但是呢 商场又跟我要了一部分钱 比如说我给商场的上架费呀 进场费呀 或者是我卖给您框子 您卖给我碗 我给您钱 您给我钱 等于咱俩主体之间既发生收款了 又发生付款了 这站在我的角度就叫应付客户对价 或者说 合作的广告安排 啥意思 就是我让您替我卖东西 您是经销商 但是您推销产品的广告费 我给您一部分 本来我卖给您东西 我应该收您钱 但我要给您一部分钱 这不就是应付客户对价 还有就是价格保护 什么意思呢 我让您把我的饼干给卖了 但是你可能就说 万一饼干的市价下跌呢 我就跟你说 没关系 市价下跌 我给你一部分补偿 就是我又收钱又付钱的这种站在我的角度 就叫应付客户对价 那么应付客户对价到底怎么处理 大家想一想 如果没有任何原因啊 我说的是没有任何原因 我收了您100块钱 我又付给您20 是不是我们站在外人的角度认为你这东西其实打了20的折扣 你将来确认的交易价格只应该是80 而不应该是100 没问题吧 所以这应付客户对价呀 一般来说我们要充减交易价格 我先跟你说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我们认为你是在折扣 这种情况应该充减交易价格 充减交易价格 但是那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 我虽然收了您钱 我收的是卖碗的钱 我虽然付给您钱 我付的是买筷子的钱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说我买了你的筷子 那我就问你 卖碗我应该收多少钱 应该收100 我买你的筷子应该这些筷子正好也值100 在这种情况下我拿出去的100 就不应该充减我的交易价格 因为我是为了自客户处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 这种情况不应该充减交易价格 而应该作为另外一项勾进来处理 但是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我卖给您碗100 碗我卖了100 但是呢 我给了您60块钱 可是我从您那买筷子 只买了40块钱的筷子 40块钱的筷子 我承认这40是买筷子花的 我是不是多给您20 多的这20 仍然充减什么交易价格 视为折扣 且应付客户对价超过向客户取得可明确区分商品的供允价值 超过金额应当充减什么交易价格 只有买产品 而且等额不充减交易价格 超过了照样充减交易价格 第三个 如果向客户取得的可明确区分商品的供允价值 不能合理顾忌 我承认我确实从您那拿筷子了 但是您筷子的供允价值不能可靠估计 对不起 我给您这60块钱 我要全额充减交易价格 你发现了吗 他有一种惩罚措施 你要给我打的买东西的名义 以这个为幌子 你必须买的那个东西交易价格能确定 而且你给客户这钱还跟他匹配 才不用充减交易价格 如果不匹配 或者是不能合理估计 都应该充减你的交易价格 他都在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实 你不能多确认收入 第四个 在将应付客户对价充减交易价格时 也就是我要解决一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充减收入 一定应该在什么 确认相关收入 也就是我确认晚的收入 跟谁啊 承诺支付或者支付客户对价 二者数晚的时点 充减当期收入 比如说我三月一日 我卖给您晚了 我满足了收入的确认的五个条件 我就应该确认一百块钱晚的收入 但是如果我又给了你一部分钱 啥是给的 比如说我三月十日支付的钱 那我就问你 你买筷子了吗 如果没买 那我就问你三月十日 你给客户多少钱 比说六十 那就在三月十日这一天 充减六十的交易价格 充减六十的收入 一定是你确认收入 跟支付 承诺支付客户对价 二者数晚的时点 充减收入 一定要注意 这是应付客户什么 对价 好 我们看一道利息 供应商与某商场签订供货合同 合同金额为两千万 供货期四个月 也就说我要把你商场砸过去 两千万的东西 一共是供货期四个月 同时约定向商场按照销售额的 百分之十支付上加费呀 进场费 而且如果中断供货 该款项不予退还 在这种情况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等于是我应该收您两千万 我再给您两千万的百分之十 就是二百万 那我是不是应该充减收入 那就要看我是不是买了你的东西 按照这个说法来说 没买东西吧 只是进场费上架费 我并没有买你的东西 这时是不是应该充收入 充多少 啥是充 一定在我确认收入和支付对价的时候 我们才能充收入 有可能这百分之十的钱呀 我在签合同时就给了 比如说一月一日签合同 我就已经把这两千万的百分之十 二百万我就已经给了 但是我能充收入吗 不能 我没有满足确认收入这个条件 我们看假定 第一个月供应商的供货金额是一百 是不是没有其他情况 如果又满足了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 我是不是应该在一月末确认收入啊 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确认什么收入 我刚才跟你说了半天了 在确认收入跟支付客户对价 或承诺支付对价 数晚的时候充减收入 那当然是在一月末充减收入 那么本来我一月份应该确认的收入是一百万 你是不是按照一百万的百分之十 给他进行摊销一部分 充减一部分收入 所以你确认的收入就应该是多少 就是 就这个意思 大家注意这个十点就可以了 这是应付客户对价 到现在为止 洋洋洒洒讲了半天 我终于把第三步确定交易价格讲完了 交易价格有四种情况 可变对价 重大融资成分 非现金对价 还有应付客户对价 四种特殊情况 我全给大家讲了 好 有了交易价格 有了第二步的履约义务 第三步 我就把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记得不记得 你要想构成一项履约义务 一定要满足商品可区分 合同层面可区分 也就说您不用我提供重大服务 或者不用提供重大改制 不用具有高度关联性 总之没有私人定制的 我就叫合同层面可区分 如果商品也可区分 就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只要你满足商品可区分 合同层面可区分 我的交易价格一定会分摊你头上一部分 如果你不满足商品可区分 不满足合同层面可区分 那对不起 你必须跟其他人做一撮 做成另外一个单项的履约合同 我交易价格是分给这个综合体一部分 所以第四步就是分摊交易价格 怎么分摊 是按什么分摊 单独售价的比例 还记得不记得 我讲课之前给大家说哪一天的单独售价 记住 合同开始日的单独售价 单独售价是公允价值吗 不是 可能有合同折扣 但是一定要用合同开始日的单独售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我2月1日签合同了 这一天叫合同开始日 假如说我告诉你 我有两项履约义务 比如说这两项履约义务 那我就要问你 这两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是多少 比如说一个是4万 一个是6万 我要问你交易价格是多少 交易价格不就是确认收入的基数吗 如果没有可编对价 没有重大融资成分 没有非现金对价 也没有我们所说应付客户对价 这个交易价格就是你收入 7万 那么将来我这7万就是乘以4除以4加6 7万就是7乘以6除以4加6 假如说我分摊出这个交易价格了 但是你能不能在合同开始日确认收入 不能呀 你的旅行合同才能确认收入 比如说我旅行合同是在3月31日 可能这一天呀 这两个旅约义务的单独售价变了 一个是3万了 一个是7万了 我用不用把那7万再重新给他分摊一下 不用 我只用合同开始日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把这价格进行分摊分摊完之后 以后你的单独售价再有变化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是总原则 那么现在核心的问题不就是单独售价吗 我还是那句话 单独售价是公允价值吗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因为单独售价有可能在公允价值基础上给你打折口 什么叫单独售价 就是指企业向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比如说我卖西服上衣加裤子 那么我就想确定上衣跟裤子的单独售价 那我就问你 你单独卖过西服吗 卖过 多少钱呀 300 那么西服的单独售价就是300 那你单独卖过裤子吗 卖过 一般多少钱 一般是400 那这时候我就以400作为裤子的单独售价 那有人又提出一个疑问了 啥疑问 您这西服呀 曾经卖过100到3000 您这裤子卖过200到5000 这单独售价怎么确认啊 如果你贯常以这种价格出售 那就能确认单独售价 但是如果像这种情况我卖的价格忽大忽小的 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的时候 我们可能用三种方法来确认 什么 第一个市场调整法 这个市场调整法 就是根据你卖的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市场售价 别人都卖多少钱 比如说别人都卖500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也卖500啊 要考虑你自己的成本和毛利 进行适当调整后 确定其单独售价的方法 这是市场调整法 第二 除了市场调整法 还有一个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 是企业根据商品的淤迹成本 加上你认为的合理毛利后的价格 确定单独售价的方法 这是第二个 如果市场调整法不行 成本加成法不行 对不起 被迫我采用第三种方法 余知法 但是余知法有自己的限制条件 我一会告诉你 余知法怎么确认呢 就是指企业根据合同的交易价格 慢点 合同的交易价格是合同标价吗 不是 是考虑了可编对价 重大融资成分 非现金对价 应付客户对价 四种特殊情况之后的交易价格 如果没有任何特殊情况 交易价格就是你确认收入的基础 减据合同中其他商品可观察到的单独售价后的余值 来确认某商品单独售价的方法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卖A加B产品 我现在签合同卖的是A加B产品 我一共卖70万 这70万不会有后续变动 那是不是这70万就是交易价格 这70万是不是应该单独售价的比例 分给A一部分 分给B一部分 好 那如果你知道A的他单独售价 比如说80 B的单独售价是20 那就70万分给A80% 分给B20% 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但是我现在确定不了 我确实单独卖过A 比如说我单独卖A的时候 比如说卖60 我不考虑这种情况 我单独卖A的时候 我卖60 可是B我从来没单独卖过 或者B是我完全新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种情况下 A有单独售价了 B没有 B要没有我按什么分量 这时我就要合同的交易价格 70减去A的单独售价之后 得到B的单独售价是10万 其实这10万是70减60得到的 但是余知法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个因素 第一个 企业应当最大限度的采用可观察的输入值 并在类似情况采用一致的估计方法 也就说您能单个确认的 给我最好单个确认 那么实在确认不了的 我们用余知法 余知法有它的限制条件 企业在商品近期售价波动幅度巨大 就跟这裤子从100到3200到5000 幅度太大了 我没办法定 或者说我这个B产品压根就没有定价 并且未曾单独销售 我是新的产品 那我的售价无法可靠确定的是 我用余知法估计其单独售价 所以大家注意 它是一个顺序 您能单独确定 最好给我用您以前卖这个产品的单独售价 来确定它 确定不了 尽可能给我用市场调整法和成本加成法 还确定不了 您幅度太大了 你压根没有单卖过 这时候用余知法 就是合同交易价格减去 其他商品可观察单独售价和余值 来确定你剩下商品的单独售价 总之 只要有两项履约义务 我一定要算出单独售价 因为我要拿合同开始日的单独售价的比例去进行分探 第三 我们不是说合同是确认收入的前提吗 有权利 有义务 权利是合同资产 义务是合同负债 那这个合同资产跟应收款项 比如说应收账款如何区分 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合同资产 是指企业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 到这儿这个定义跟应收款项是一样的 比如说应收账款 也是我把东西卖给你 我应该收你钱 但是其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也就说应收款项就是过几个月 我肯定能够收回 而合同资产是过几个月 还有另外跟时间以外的因素 有关的因素满足了 我才能收回 我有额外的附加因素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区别 应收款项仅仅仅代表你欠我钱 我没有任何义务 无条件收取合同退价的权利 今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可以收款 所以应收款项 我仅承担您是不是耍赖的信用风险 而合同资产呢 合同资产并不是一项无条件收取款项的权利 除了时间的流逝 我还有其他的条件 比如说你交付了A产品 我不会给你钱 你必须把B产品也给我了 我才能给你钱 那么旅行合同中的其他履约义务 才能收取相应的合同退价 也就说您的合同资产也是一种收款权 只不过这种收款权是有限制的收款权 他除了承担信用风险 还承担其他的风险 比如说履约风险 这一点我们要用合同资产 如果除了时间没有任何要求 我就用营收账款 这俩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别 我们看一下历史六 刚六 20某七年三月一日 假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AB两项产品 三月一日是不是叫合同开始日 或者生效日 我就应该用这一天的单独售价 把交易价格分摊 对吧 A商品的单独售价为6000 B商品的单独售价为24000 合同价款为25000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单独卖A是6000 单独卖B24000 一共是3万 可是我卖给您是25000 我们经常说 如果你短买的情况下 你买人一堆东西 肯定比单买一件要便宜 中间便宜这5000块钱 我们就把它叫做合同折扣 这是后边要讲的 合同约定 A商品于合同开始日交付 慢点 是不是合同开始日不一定确认收入 但是A商品于合同开始日交付 是不是正好吻合 我正好三月一日定立合同 正好三月一日确认收入 但B商品是吗 不是 B商品在一个月之后交付 说明三月一日定合同 但B商品是在四月一日才能确认收入 只有当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之后 假公司才有权收取25000的合同对价 慢点 两项商品交付实际上 这里边隐含着一个条件 你把A给出去了 能写营收账款吗 不能 要写合同资产 为啥 因为你没给B师25000你都收不到 假定AB商品分别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单项履业义务不是要满足两个条件吗 第一商品可区分 第二合同层面可区分 其控制权在交付时 转移给客户上述价款均不包含增值税 且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那我就应该分摊了 按哪一天的按合同开始日的单独售价比例分摊 那就是6000除以6000加24000 24000除以6000加24000 都去分摊这25000 是多少来的一个5000一个2万 分摊完了一定确认收入吗 不是 只有在你的上帝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你才能确认收入 A商品在合同开始日交付 我就要在这一天确认收入多少 5000 但是A商品这能写借应收账款吗 不能 因为他说AB必须同时交付才能收25000 有条件的收款权 我们这写合同资产5000 如果无条件的呢 这就写应收账款 第二 一个月之后交付B商品的时候 是不是确认B商品的收入2万 交付了B商品 原来A也给了 我俩条件都满足了 是不是这时我就获得了完全的收款权 或者叫合格的收款权 我要借应收账款25000 其中2万是B商品的 5000是从A商品的合同资产改名成的应收账款 啥是满足条件 啥是把合同资产改名叫应收账款 这就是我们教台的这道立体 那么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履约义务 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简单 尤其是标题次 我会给大家讲 如果你合同有折扣 是对谁的折扣 普遍都有折扣 还是只是对A的有折扣 还有可编对价的后续变动 供允价值的后续变动 分成三部分 我们真正要讲的交易价格分摊至履约义务 是要讲的具体这三部分 这是下一讲我要给讲的内容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